宋姑娘 宋姑娘 命数难逃 五妖族 恐怕就要灭族了 是谁干的 不要再惹争断 难得你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生活下去 阿长王 阿长王 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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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长王 王 老公 都发生你的 他们的 四 Oy 之女 可 永 现在 是他 不要去 我要去看看 他到底是紫耀的冷静无情 我没有能改变什么呢 只会给两族 找来更大的仇恨 无论一天 还是两天 我想象所有的时间 都和你在一起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是 可是他们呢 他们是无辜的呀 是我错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都听说了吗 上次的那个女人 叫苏小桓 她是笔干后人 她的心哪 是蹊跷隆隆心 只要挖了她的心 就能降服妖祖 让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吃上饭 过上好日子呀 可是那个姐姐 是个好人呀 如果挖了她的心 她不就死了吗 你哪知道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啊 我跟大伙说 她可是忠良之后 如果她用她的命 救了我们天下所有的人 那她就是好人 如果她不救 我们这些人 就会被饿死 冻死 会害了更多的人 那她就是坏人 住口 大人 苏小桓的事情 你们都是听谁说的 我 我们 是我乱说的 大人 记住 以后不要妄言 大人 现在外面都在传 难道你还不知道呢 大人 求你了 为了全天下人的命 就牺牲他一个吧 是啊 大人 大人 救救我们吧 救救大人 大人 救救你了 救救我们吧 大人 救救你了 大人 救救你了 大人 救救你了 救救我们吧 大人 大人 君上 传言人族或妖族 罪先得此心者 可得天下 若让妖族先得此心 必将图尽人族报仇 届时注定生灵涂炭 我们必须下手了 君上 君上 民众都在担心此事 若不得 恐天下 争乱四起啊 知道了 君上 那为何还不动手 若是被那狐妖先得 就来不及了 玉璃 君上莫不是为了苏小花 你 要牺牲这天下苍生吧 放肆 请君上三思 这对玉璃 曾经让我觉得 我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如今只让我觉得我心 听过气效灵的心吗 只要得到你的心 才能拯救这天下苍生 不及好吗 不及好吗 即使分身碎骨 万其不复 我已要找到她 君上 狗妖闯了进来 我对你的感情从没有改变过 一人之命可敌外人 请君上 都走吧 根本做不了我自己 原谅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你是妖 我是伴你 这个世界的偏见很可笑吗 所有人都无可救药 我要杀你 为他们报仇 快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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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上 你满口无辜的人 就是那些曾经伤害我的普通人吗 我杀你们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小王 快去死吧 小王 快去死吧 沈凌 你放过宋小五 天下人的生死与我不关 天下人的生死与我不关 在我眼里 全天下家境 都归及你的一死一毫 苏小桓呢 你的对手是我 玉璃 放下仇害 我们重新开始 青川 太迟了 全天下的捉妖室 比妖祖我并未伤害 你已经进入 我不想的结界之中 这个狮子 全部都落入你们血外 居然是瘦 小王 不瞧 这一千年来 都是你在守护我 下一世 换我来守护你 已经是妖祖的地方 算了 招不跟紧我 被吃了可必怨我 为什么这边的妖 都是女人跟小孩比较多啊 大部分男妖 为了保护家人 都被招妖室残害了 还不是因为妖和吃人 你见过妖吃人吗 没有 其实大多数妖是善良的 种族没有好坏之分 不是 如果妖不是坏的 那这个传言 是从哪儿来的呢 因为有人要故意挑起 量族的争端 军上初登大保 白妃担心 怎可为一名女子上身 找到苏小华了 我问你 找到苏小华了没有 找到了 我们每一事都触定不能在一起 每一事 我都希望能够改变 杀掉会让你惨死的坏人 我囚禁君上 威胁重臣 就是希望能够换来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 我现在明白花瓣的意思了 我现在明白花瓣的意思了 小花 青砖大人 你是人他是妖 杀父是母之仇 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 快跟我走 命数难逃 五妖族 恐怕就要灭族了 不要再惹政党 难得你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生活下去 二长王 二长王 你都听说了吗 上次的那个女人 她是比干后人 她的心呢 是蹊跷融融性 只要挖了她的心 就能降伏妖族 为了全天下人的命 就牺牲她一个吧 是啊大人 大人 求求我们吧 求天了大人 大人 最先得死心者 可得天下 我们必须下手了 君上 好 好 好